它是二战时期制造使用最多的坦克 钢铁洪流让欧洲恐惧了数十年 至今依旧影响巨大 它就是T-34坦克 T-34是二战中最耀眼的明星 它的装甲 火力 动力都可以说是相当的平衡 即便是在现代新型武器的时代 这款红色帝国的王牌坦克依旧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T-34的外形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和简洁 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火炮 装甲和机动上 而不会去考虑操作员的舒适性 T-34的设计非常简单 这让它适用于非洲和亚洲的作战 因为那里的士兵普遍缺乏文化 而且不能适应美国和英国的高科技坦克 当初德国对莫斯科的攻击计划落空后 胜利的天兵已尽开始向苏联倾斜 斯大林任命格奥尔基·朱可夫元帅来领导莫斯科的反攻 朱可夫率领的西伯利亚步兵 在苏联严寒中为德国人提供了强大的火力 朱可夫随即下令T-34坦克部队向德国方向进发 T-34在行进了近百公里后终于抵达德国的后方 并且在12月的反攻中 T-34坦克甚至还向前推进了104公里 在莫斯科保卫战中 T-34无疑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T-34坦克本身存在着众多缺陷 倒让它显得更加真实 它不完美却很实用 至少和同时期的其他坦克相比 它那耀眼的荣耀光芒终究还是无法掩盖